这是香水精,这是黄金香水 那这个这还没命名 这两个也都还没命名 这个我孙子五岁了,大概六岁了 原居主人细心解说各种不同品种的金针花花名 有的已经命名,有的则还没有命名 这是位于鱼池乡投射村内的金针花海 现在正值花旗盛开的季节 不但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旅游踏青 欣赏金针花海 更能够借由老板的解说 来认识不同品种的金针花 让游客直呼非常好玩 感觉不错啊,很棒 花看起来就是很舒服啊 金针花看起来就是蛮漂亮 而且它都奇才的 跟一般普通的不大一样 我第一次来 然后其实因为之前都是看新闻 说要花莲跟台东才会有 可是其实南投这边也有 而且也很漂亮,很大片 然后就是颜色都比 就是网路上面其他地区的还要多种 老板有介绍说就是 花有不同的品种 像手上这一种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是 以前原住民他们的活盆地 然后现在变成金针花田 就还有做很多的生态介绍 园区主人表示 在日月潭活盆地上 栽种许多不同品种的金针花 加上现在正值花旗盛开的时间 现在来到这边 可以欣赏到整片盛开的金针花海 也欢迎游客前来踏勤体验 我们这里就是日月潭 万年前日潭的活盆地 我们在这里建全世界最多的品种的 七彩金针花 总共有两千多个品种 现在开了差不多八成 因为现在我们这边很空旷 就是没有疫情的影响 欢迎大家有空来这里踏勤 我们这个金针花 我们是种在活盆地上面 泥碳土上面 它的有机组很多 尤其我们又开花 两千多个品种 我们自己演化出来的 我们这就是用爱心 很辛苦栽变起来的 会跳舞的金针花 所以说希望游客来 好好爱护它 先议员谢面某表示 目前正值金针花的季节 来到于慈乡投射村 就可以看见整片的金针花海 不论是拍照或者是踏勤 都相当适合 欢迎游客请来体验 投射村就是活盆地那个地方 今年的金针花 花海也特别的漂亮 我们这个金针花海 比其他地方都还要多 还要漂亮 也希望各位有空 能够到我们于慈乡 驼舍村来 不但可以欣赏金针花海 而且可以体验我们活盆地的实况 值得一有 希望到于慈乡来 我们这边有好茶 有我们的红茶 我们这边有香菇 还有兰花 希望你们能够尝到我们于慈乡来 还有咖啡 好 欢迎各位 现在来到投射村的金针花海 不但能够看见整片不同品种的金针花 也可以体验特有的活盆地 谢明某艺员也欢迎游客 前来于慈乡旅游体验 记者邱平易 于慈三访报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